韩国男团Super Junior成员金希彻 9月28日来到中国青岛举办签名会 希彻一向热爱中国文化、中国电影以及中国粉丝 因此这次前往中国见中国的花瓣们 从机场开始的装扮就隆重起来 到了青岛机场后 更是获得一众迷妹喊口号街机 人气十分火热 而在签名会前 希彻穿起红色的中式长袍 梳起丸子头和在场的粉丝自拍 希坚更开心的偷笑 看得出他来到中国的心情非常好 另外从今年6月开始 希彻就变成新版《倚天屠龙记》 以及剧中角色周芷若的狂泛 不仅在个人社交账号中疯狂安利 就连他出演的各个综艺节目 希彻也是不停向大家提起 因此令该剧和周芷若的饰演者 祝旭丹整天挂在网站的热搜上 拉高了聚集和祝旭丹在中韩两地的名气 之后祝旭丹也亲自在希彻的帖子下留言感谢 令希彻相当开心 而希彻的粉丝们也最了解偶像 在9月28日的签名会上 有花瓣更特意打扮成周芷若的样子 找希彻签名 令宇宙大明星当场羞红了耳朵 而粉丝们更是非常有颜色的齐声高喊周芷若 相信希彻一定明白花瓣们的心意 此外 希彻在签名会上也不时戴上兔耳朵 花环或者扎起丸子头等 呈现各种造型 努力回报粉丝 当天无论对于花瓣来说 还是希彻来说 都是难忘的一天 签名会后 希彻更新微博 留言 好久来了一趟中国 好好真好 真希望今后常常常常来 三户视频 娱乐报道综合报道 换酒 душ 拽雅 苹 宝珝 cence